我們從1-3 1-4 一直到1-5 全部都是三角函數的應用 所以理論的部分其實我們已經要暫時告一個段落 那1-3的話 早上這一堂課 我想要跟同學來談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 來 那這個主題呢 我們把標題把它寫上去 我們要談的是三角形的面積公式 好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公式喔 它鼎鼎大名喔 它有自己的名字喔 欸 它叫做什麼公式呢 它稱為叫做夾鞭公式 我用黃色的粉筆來寫 那我可以問同學喔 導演你應該要對照一下課本 我現在正在教什麼地方 那個 我問一下同學喔 有關三角形的面積公式喔 你現在為哪一個公式 你應該指揮最基本的那一個吧 哪一個 底層高除離二半 你們應該指揮那一個吧 你現在應該指揮那一個二分之一的 底層高對不對 OK 那我們今天喔 就先從這個地方開始 我們會推出一個 跟三角函數有關係的 一個三角形的面積公式 那這個公式喔 其實它非常的重要喔 這個也是我們考試的一個 超級大的一個重點 這個我們可以給它三個讚 沒有問題 好 那首先呢 請同學畫一個三角形出來 OK 來這個是A 角A 角B 角C 然後它的邊長 這是小A 小B 然後這是小C 這樣可以嗎 好 好 來 來 請同學把這個圖畫上去喔 那 首先同學我問你喔 我們知道面積是底層高除以二 所以我們從這個C啊 往這個底邊做一個垂線 這個就是這個三角形的高 對不對 那這個高我們一定它就是誰 這個高我們一定它就是H 這樣 有沒有問題 可以吧 好 所以它的面積喔 應該是二分之一的 來 底是多少 底邊的長度是不是C 對不對 在層上我們的高 我們的高是應該就是H 好 然後接下來 這個 同學就仔細看喔 二分之一的C 在層上 今天是幾號呢 今天是25號 請問25號同學是哪一位呢 25號 剛好還沒來 他死掉了 為什麼他死掉 來 35號 好 帥哥我問你喔 死掉了 來請看這一個三角形 好兇 來看這邊喔 太多了 我們之前喔 其實有跟同學講過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我說過這個東西其實是不用背的 你只要有觀念呢 很容易喔 就可以把這個東西做個理解 來同學這個圖喔 我畫已經不下 這個應該講幾遍呢 應該說這個圖畫了N百變對不對 這個斜邊長度是1 這個角度叫做c 同學我問你 他的對邊 他是一個高度變化函數嗎 來他的對邊這個叫sin 是不是叫sinc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同學你現在看這個直角三角形 這個直角三角形 他的斜邊是b 那麼請問他的高是誰 來同學我問你 他的斜邊是b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e把它 讓它變成多少 b b就好了嘛 你用那個放大縮小燈有沒有 所以同學我問你 這個時候這個高應該是多少 來應該是多少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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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bc的什麼東西 sin sin 對不對 你看 如果這個變成b 這個是不是變成b倍的sinc 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h是多少 是不是b倍的sinA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同學我跟你說 我們的面積公式 其實已經出來了 我們的面積公式叫做什麼 叫做2分11的 來 b乘上c 再乘上什麼 sinA 來自從第一個面積公式 寫出來之後 寫出來之後 同學你可以用銀光筆 或者用紅筆把它空起來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樣可以嗎 這個面積公式 同學你觀察一下它的結構 你有沒有注意到 它剛好是兩邊中間夾一個角 如果這個b的長度知道 這個c的長度 如果你也知道 還有這兩個邊 所夾的那個角A 如果你也知道的話 透過這個公式 是不是就可以很快的去算出 這個三角形的面積 所以在國中的階段 我們算三角形的面積 我們是不是只會 底層高除以2 可是我們現在把三角函數的觀念 把它帶進來之後 我們發現喔 國中的這個底層高除2 它可以有另外一個 比較特殊的長相 叫做1分之1的bcsin 這樣可以嗎 對不對 然後同學我再問你喔 同樣的道理 其實我們可以做一樣的事情 如果你現在看這個藍色的三角形 來你看喔 這個藍色斜線的三角形 你會發現一些事情 發現一些什麼事情呢 來同學我問你喔 這個高啊 來1分之1的c 再乘上 好 來同學 你知道這個高其實 如果你看這個藍色三角形的話 這個高其實也可以寫成什麼 A倍的什麼東西 sin sin多少 sinb嘛 所以它是不是也可以寫成 A倍的sinb 這樣了解嗎 所以它是不是也可以稍微整理一下 變成1分之1的什麼東西 1分之1的a乘上c 再乘上sinb 對不對 好 這個地方也請同學把它空起來 所以我們的嘉賓公式喔 你可以寫成1分之1的bcsin a 也可以寫成1分之1的acsin b 那同學寫出這兩個 你心裡會不會想說 老師 那它會不會也等於多少 有2分之1的bcsin a 有2分之1的acsin b 你覺得它還會有哪一個 2分之1的什麼 有sin a有sin b 你不覺得應該會有個sin c嗎 所以你覺得它應該會有個2分之1的 A乘上b 再乘上b 再乘上什麼 sin c 對不對 是不是也會有這一個 來這一個也請你把它寫上去 那寫上去之後 有些同學他就會說 老師可是從這個圖裡面 我看不出來它的面積會等於2分之1 absin c 對不對 沒有錯 那是因為我把這個高做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今天把高做在這個方向的話 事實上你很快就可以看出來 它的面積也可以寫成2分之1的absin c 這樣了解嗎 這個公式鼎鼎大名 叫做什麼公式 叫做賈鈴公式 好 那這個公式我簡單的分同學介紹到這邊 有沒有問題 人家問你這公式怎麼來的 你要會解釋喔 不是只有會用而已 這樣可以嗎 來這個公式 了解嗎 那如果了解的話 我出一個小小的題目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公式 他可以怎麼樣來使用 來比如說我們出一個第一題 我隨便出喔 好 然後問一下我們的同學 假設這裡有一個三角形 這個角度是幾度 45度 然後這段長度是6 這段長度是4 好 那現在我要請同學去算這個三角形的面積 OK 那請問這個面積應該是多少 這個例子你可以抄也可以不要抄 因為這個例子非常的基本 課本上其實有類似的例子 來 中學我問你一件事情 這個題目如果是國中生 他要怎麼做 如果是國中生 他一定會想說 這個三角形的面積啊 頂層高除二 所以他一定會從這邊做一條什麼線 做一條垂線去想辦法找出這個高 H是多少 對不對 所以國中生他垂線畫下來 他就會發現 這裡出現一個等腰直角三角形 所以他就可以很快的把這個MH找出來 因為1比1比更耗二 那H知道之後 底層高除二 這個面積就可以求出來 如果你是個國中生 大概只能這樣做 但是如果是高中生的話 這個題目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給兩邊的長度 然後中間夾了45度 所以這一個面積 來同學你寫一個索球 這個三角形的面積就很簡單 我們就可以利用三角函數的夾邊公式 叫做二分之一的誰乘以誰 4乘以多少 4乘以6 再乘上sin的幾度 45度 對不對 這個就是頂頂大人的夾邊公式 好 那我們當然可以很快的 把這個答案都算出來 這個約掉2612 然後我看一下 sin45度是二分之多少 2 更耗2 OK 所以這個答案算出來 應該是頭打 6更耗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非常簡單 也非常著名的夾邊公式 然後我跟同學說 同學你不能只是把結果記下來 你還要知道它怎麼來的 這樣可以嗎 這樣OK嗎 然後同學我問你 這個公式啊 你看 對於銳角三角形來講是對的 對字角三角形來講它對不對 對 對頓角三角形來講對不對 也是對 那我想剩下的兩種情況 就交給你自己去做分析 這樣可以嗎 在課本上其實它寫得很清楚 我用銳角三角形來做個例子 跟同學說明就可以 好 來這是我們剛開始 今天的開場 這樣可以嗎 看一下有沒有問題啊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覺得它接下來寫一個 Example 2 行不行喔 這個禮拜三 考試就會考到 我們這個 現在教育的這個地方 來這裡Example 2 然後就給它兩個讚 這裡等一下有一個問題 我要來請教各位同學 來你畫一個三角形給我 這個角度叫做θ 這段長度叫做n 這段長度叫做1 那這個題目 那這個題目它本身呢 如果我把它設計成一個思非題目 這個題目我這樣說 我說Raw A跟B的長度是怎麼樣 是固定的 是固定的 θ 如果越大的話 θ如果越大 那麼三角形的面積 就會越大 OK 好 把這個小小問題寫在課本空白的地方 OK嗎 簡單的小問題 好啦 那個題目我要來問誰呢 來 問那個翔玉好了 翔玉好像睡著幫我叫他 帥哥你還好嗎 帥哥你還OK嗎 你們晚上念書一定都念到很晚 其實有時候看同學很疲憊的樣子 我都覺得很不忍心 我已經知道了 因為我以前念高中的時候 常常念到晚上一兩點 然後早上六點就要起床 每一天都嚴重睡眠不足 所以有時候看同學很累的樣子 就是會讓我想起以前高中生活 來 這個 你們應該高二也很辛苦吧 就是課業壓力很繁重 來 同學我問你 這個今天是25號 35號問過 來 那我問問5號同學 5號同學在哪裡 經理你 我問你 你覺得如果AB長度固定 SETA越大 那麼這個三角形的面積也會越大 你覺得這句話 你同不同意這句話 你覺得對還是有問題 就是說你看嘛 這個A跟B長度固定 然後如果讓這個角度變大的話 這個三角形的形狀是不是會跟著改變 那形狀改變的時候 面積也會跟著變 那我現在問你說 當SETA越大 那麼這個三角形的面積也會跟著一起 不斷的變大 你覺得這樣子的說法 恰不恰當 你覺得對還是錯 圈還是差 你說 錯 非常好 同學都很了解我的個性 所以當然是錯的啊 如果是對的那有什麼好講呢 來 那我問同學 同學為什麼錯 錯在哪裡 這個我可以簡單的解釋一下 同學你還記得這個東西嗎 這個叫SINE的什麼東西 看一下這邊 同學這個叫SINE的什麼 這個叫SINE的角度圖 然後我們來複習一下 同學SINE的0度是多少 0度是多少 SINE的0度是0 SINE的90度是多少 0的對面永遠都是0 1的對面永遠都是-1 所以有些學生會背哦 010-1 這是OK的 那當然你也知道為什麼它是0 它是1對不對 你應該也知道它是怎麼來的 好那現在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這個問題哦 這個面積 來 周久我問你 這個三角形的面積 根據我們剛才的那個面積公式 它可以寫成1 2的A乘上B 再乘上SINE的THETA 那因為同學你看哦 A跟B是固定的 A跟B不會動對不對 它們的長度是固定的 所以現在影響這個三角形的面積的人 其實是誰 其實是誰 其實是SINETHETA對不對 所以同學我現在問你哦 你看著這個角度圖 你告訴我 這個THETA是三角形的一個內角 同學我問你 三角形的一個內角它的範圍一定是介於幾度到幾度之間 三角形的內角一定是介於幾度到幾度之間 0到幾度 180度 對不對 好 所以我現在問同學一件事情哦 如果說THETA越大面積要越大的話 應該是什麼角度才會成0 應該是銳角才對嘛 同學我問你 它如果面積要產生最大值 應該是發生在幾度的時候 90度啊 因為SINE的90度是不是1 達到最大 所以人家如果問你說 一個三角形 兩個邊長固定的時候 在什麼情況下 這個三角形的面積有最大值 你這個時候應該要回答它 什麼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嘛 對不對 這個角度是直角的時候 90度的時候 這個面積是不是最大 所以我現在把這句話重新再講一次哦 同學 如果A跟B是固定 當THETA是個銳角的時候 THETA越大 面積越大 你覺得這句話就對不對 它是對的 但是超過90度之後 如果這個THETA它是一個鈍角 那麼THETA越大 它的面積其實是反而會變小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你可以把我現在講的話 把它寫在你的筆記本上 你曉得我們在傳達什麼概念給同學嗎 這樣可以嗎 慢慢的去理解 好我講課速度沒有很快 這樣講可以接受嗎 這是第一個要跟同學分析的問題 這樣有沒有問題 行不行啊 行哦 來那如果OK的話 接下來我們來看下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呢 Example 3 我們班教的會稍微小一點 少一點點 因為我們班的進度比較乾一點 所以我會教的不是那麼多 六班多教一點 對不對 有時候看每一班的進度不一樣 我們接下來來看這個第三題 來這個第三題也是一個 常考的一個問題 這個題目呢 讓同學給他兩個贈 我們今天是不是要換位置 今天是第幾中 第五中 所以今天要換位置對不對 等一下下課前五分鐘要提醒我 好 我們要換一下位置 來 這裡有三個點 O點叫做原點 然後同學來 這裡有個A點 那這個A點我是寫中括號 2 70度 來我可不可以問同學 同學這個A點 這種坐標表示法 我們稱為叫什麼坐標 這叫什麼坐標 坐標有兩種啊 如果是小括號叫什麼坐標 持腳坐標 如果是中括號這個叫起坐標對不對 然後同學來 再一個B點 來再來一個B點 這個B點也是寫成起坐標 叫做6 100度 那我們現在要求一個問題 求三角形 OAB 的什麼 他的面積 OK 來把這個題目 空白的位置把它寫上去 那這個題目我個人很喜歡 我覺得這種題目為什麼很好 他考了兩個東西 第一個他考到極坐標的概念 然後又考到三角形的密集 這是個綜合性的考題 那我可不可以問同學 這個題目你覺得剪輯出發點 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做 我跟你說這種題目 絕對是跟畫圖有關係 對不對 因為你把圖畫出來 比較容易看出這個題目本身的結構 所以來 現在請同學跟著我一起畫圖 請你把座標手畫出來 OK 好 然後我要跟同學來一點小小的互動 這個圓點我知道在哪裡嗎 圓點在這裡 這是O 這是圓點 好沒有問題 那現在我來問 因為這個上個禮拜才 剛剛講說 我來問那個浩然好了 那個浩然我問你 這個270度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A點的位置到底在哪裡 那個2代表什麼意思 距離 跟誰的距離 跟圓點的距離是2 對不對 那個70度代表什麼意思 方位 代表說以S軸正向為死邊 逆時真旋轉幾度 70度 所以這個A點的位置應該在哪裡 我們抓一個大概就好 可能在這裡 對不對 A點的位置應該在這邊 我們把它畫出來 OA的長度是多少 OA的長度是2 然後他跟S軸正向所夾的 這個有向角是幾度 70度 這個很好 我們應該都知道 這個極坐標的想法 然後我們當然來看這個V點 這個V點叫做6 100度 同學這個6代表他跟圓點的距離 是6個單位 那這個100度 應該中邊在第幾向線 第二向線 所以100度的話 我大概抓一下 100度大概在這邊 OK 這樣抓過來 所以這個V點 好像在這裡對不對 他跟圓點的距離是6 好 那現在請同學做一件事情 你把這個A跟V點把它連起來 你有沒有看到 同學這裡形成一個什麼東西 形成一個三角形 OK 來我先給你把這個圖畫出來 那畫出來之後啊 接下來 5號問過了嗎對不對 問過了嗎 來15號在哪裡 對15號在哪裡 學霸 我問你喔 學霸是吧 來這個這個三角形平記要怎麼算 這段長度是6 這段長度是2 那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會有個衝動想要看一下 這個角度是幾度 來你告訴我這個角度是幾度 幾度 30度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100度嘛 這個是70度 所以你應該看得出來這個角度是幾度 30度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題答案非常簡單 你就利用我們的那個夾冰公式 他的面積就是2分之1的多少乘多少 2乘以6 再乘上sine的幾度 sine的30度 就這樣子嘛對不對 面積就是2分之1的長度乘長度乘上sine theta 這樣可以嗎 這個叫夾冰公式 兩邊夾一夾 所以這個算出來的同學 所以答案是多少 3 喔 這個答案是3喔 這樣OK嗎 好 好 好 這是我們的第二題 請同學看一下 這樣講 到目前為止還順利嗎 先看一下喔 那在我講下一個問題之前喔 我覺得我要問一個跟國中有關的問題 來剛才這個是Example3對不對 來旁邊寫一個Key 來寫一個Key 然後這裡 走這樣子 OK 我要問一個小小的問題 這一段如果叫做5 這一段叫做4 這個叫A 這個叫做4 這個叫做4 那就是這個叫做5 那就是這個叫做6